妈妈快绝肿了 因为我们有超过六成育龄的女性 现在是不想生小孩 那为什么不想生 六成四是经济状况不允许 没有办法负担育儿费用 超过六成是没有计划要生或再生 四成一是认为没有办法保证 给小孩理想的生活 有超过五成五的女性 说不想现有的自由 或者比较宽育的生活被影响 那阿德是自多性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要怎么高兴 我们是年轻的生育儿 鼓励吗 我觉得如果我是内政部 这是内政部负责的嘛 生育 生育 卫福部跟内政部 如果是他们那个部门 我是主管的话 要推动大家生育的话 我一定不是在那边拍广告 不是告诉我政绩做了什么 而是我多帮助一些家庭 有一个好的婚姻的范例 生小孩的范例 人家才会因此想生小孩嘛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告诉大家 说我现在今年生小孩 会比以前的条件更好的环境 是我提出了什么东西 那你们愿意生小孩 我确实是因为这样 大家才想要生小孩 因为大家现在考虑的 不是不想生小孩 是大家发现自己 没有条件生小孩 以前人大家不算的 但这一代开始在算 重点是这个 所以大家在算这个东西 你政府要提供一个答案给人家 你现在这个疑虑 你怎么去解决 不然人家怎么去生小孩 我觉得很奇怪 以前我跟我太太是租在 虎大的学生宿舍 你知道 虎大的旁边 我以前的虎大的旁边 结果他就在那上班 他住教嘛 所以学生你知道都有公寓 隔整四间嘛 一间我记得是2500嘛 虽然是女儿母带 我也做了2500 就跟她怀孕了 好有种哦 不是 我觉得 就跟她生两个了 我意思是说 奇怪 为什么现在人怕成这样啊 没有 因为我觉得 你知道为什么会怕吗 为什么 你还想一想说 为什么以前跟你 为什么都不怕呢 问题是这个 对 因为充满了智慧 你为什么会不怕 你那时候不怕的原因是你接受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说 反正我谈感情就是不管我遇到我喜不喜欢 或跟她处得好不好的 我就是要负责 然后我要负责的方法就是生下来 然后生下来就是要把她养大 不管我又没有能力 以前运速关键是这样 所以你做这一事是无惧的 无惧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说就算摆烂了 大家也不会怪你啊 因为大家都这样啊 现在已经完全不怕 怎么会摆烂 所谓摆烂就是说你照顾不来 家长也不会讲说 你不应该结婚生下来 就会来下来帮你嘛 就是他的观念是这样一个 形成的 所以那个时候生下来说实在 没有想很多是因为 没有空间让你去想 不允许你去想 不是因为你很负责 不是因为你很冲动 不 我也负责也冲动了 那时候因为你第一 你为什么会负责 为什么会冲动 是因为你那时候很年轻 年轻的时候本来就没有什么经验 就只有冲动而已嘛 然后大家社会又鼓励你去 做这方面的负责 你就很快就达到本颕啦 就这样 不过那时候你有害怕吗 剩小孩你有想很多吗 我是因为年纪大的时候才结婚 在考虑这个事情 跟你那种学生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年的时候会用大脑想事情啊 哈哈哈 用大神小事想事情 可是到我这个年纪会就用智慧想事情 啊大脑想什么 就简单就想说我有没有能力 嗯 對不對 我要的生活 你是不是也跟你能符合 不然我們就會吵架